邻居歧视外地人对我处处针对, 看我如何机智反击, 今年九月份因为工作换了一个新的住处, 谁知道遇到了一家奇葩邻居, 搬来的时候是空屋, 上一任租户把家具都搬走了, 于是我就去市场逃了一些二手货, 准备趁周末把客厅翻新一下, 可刚刚开工没一会儿, 楼下就有个五十多岁老太太跑上来冲着我大喊, 吵什么吵,有没有功德心呀, 把我儿子都下耶识了, 我愣了一下, 想着可能是搬家具的时候噪音太大, 我赶紧给他道歉说, 不好意思啊大姐, 我之后保证轻拿轻放, 不会再吵到你了, 那女的没接茶, 扫了我说新来的, 我只好客气的说, 是啊,这不刚搬来吗, 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说, 最烦你们这些臭外来户, 一点素质没有, 成天吵死了, 就因为你们这些外来户, 小区治安一天比一天差, 外地来打工的都不是什么好人, 这叫什么话太不尊重人了, 我忍不住说道外地人怎么了, 外地人吃你家大米了, 你凭什么歧视我们外地人, 只见他斜着眼说就是歧视你, 外地老, 我生气的刚想回录, 这时候楼下传来一声犬吠, 老太婆马上撂下一句, 你装修可以, 要是吵到我儿子就死定了就出去了, 我心想什么人呢, 不过为了防止麻烦, 只能铺上毛毯, 慢慢的把家具摆好, 结果一直忙到晚上, 第二天早上, 一出门就发现这个大妈, 正跟一只杀皮狗在楼道玩耍, 堵住了路, 我就说麻烦让一让, 谁知道大妈毫不理会说, 外地老催魂啊, 没看见我儿子在做早操吗, 吓到我儿子跟你没完, 我目瞪口呆, 原来他昨天说的儿子就是这个傻狗, 我开始思考傻狗的父亲是谁, 他仿佛看出了我的想法拉长脸说狗怎么了, 狗都比你们这些外地人高贵, 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 压制怒火心里默念冷静冷静, 然后找了个角度从边上走了过去, 谁知道没完了, 之后他天天让狗在我家门口拉屎, 故意把垃圾放我门口, 处处针对我, 我打电话给物业, 物业说没办法, 他们家这么欺负外地人不是一两天了, 上一个租户就是这么被他赶走的, 他女婿在本地有点关系, 不好处理, 让我能躲就躲, 开玩笑我能惯他吗, 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一个妙招, 我决定从他的宝贝儿子入手, 于是上网查了资料, 并且买了一本专门训狗的书和一些特质狗粮, 里面加了非常多的香精和幼食剂, 这天傻狗照例上来拉屎, 我突然打开门, 他习惯性地对我呲牙, 我掏出一把狗粮扔在地上, 他什么时候闻到过这么香的东西, 最终经不住美食的诱惑, 试探性长了一下, 后来发现我没打断他, 就狼吞虎咽了起来, 之后我就天天围他吃, 渐渐地把我当成第二个主人了, 每次看到我就摇尾巴扑上来, 为了防止他主人看出端倪, 我还偶尔故意踢他挤脚, 跟他保持一种若急若离的状态, 接下来趁大妈不在家开始根据书中内容训练他, 一个月后, 基本我只要指着一个地方吹口哨, 他就会扑上去撕咬, 这天下午正在楼下训狗, 突然看见那大妈带着一对年轻夫妻走过来, 女子长得跟他气氛像, 想来是他的女儿女婿, 时机到了, 我就指着那个男子吹了口哨, 傻狗果然不负众望冲了出去, 一口咬住男子大腿, 三人都吓了一跳, 男子大声喊叫, 立马猛锤傻狗, 一人一狗扭打了起来, 母女就在拉架, 女儿嘴里还不停喊着不要打我弟弟, 给我逗乐乐赶紧拍照留念, 最后男子被送进了医院, 男子家里人也赶来了, 叫嚣着要把那只狗盾了, 结果老太太一家肯定不肯, 两家就又吵了起来,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 两边都不肯吃亏, 在男子父亲揣了一下傻狗后两边又撕打了起来, 最终小两口差点闹到离婚, 后来我就搬走了, 做好事不留名, 诚挚恶人不能手软, 我叫王小同, 我为外地人代言,